各位看到指點的平衡這邊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好 有指點平衡跟力氣的合成 那力氣的合成上是有簡單講一點概念 在上上周 好 那力氣的簡化呢 就是把什麼樣的力 簡化成一個力 來代替 我們看指點的平衡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告訴我們進者橫進動者橫動 這就是 這就是 那個 第一運動定律進者橫進動者橫動 第一運動定律 那淨力為零的時候物體不會改變他的運動狀態 這是從牛頓的運動定律來的 知道了 那什麼叫淨力 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施加的力量 5個N 10個N 淨力就是15個N 那 這個10個N往右 5個N往左 他的淨力就是5個N往右 這已經具有方向性 那5個N往右 5個N往左 淨力就是零 這個各位先了解淨力是什麼意思 OK 這個 講這樣不容易懂 就是說 這個月賺 5萬 也花掉5萬 所以你的淨力 利益的利等於零 這個月賺10萬 你花掉5萬 還有5萬 這個月都沒有花 賺了5萬 又賺了10萬 白天賺10萬 晚上賺5萬 這個月賺15萬 OK 講到錢各位就很清楚 來 看equilibium 他這告訴你說 蘇本的鏡子在桌子上有哪些力量作用在上面 你可以看得到嗎 你一定看不到嘛 但你要想 蘇本有個重量往下 桌子有個力量往上給他 你壓彈簧的時候 你感覺到彈簧給你一個反力 可是 是你施加力量給彈簧之後 彈簧再給你的反力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要去看一下什麼叫做平衡 那指點的平衡條件你可以看到第一個 保持 靜止不動 或維持等速度運動 我們都稱為平衡 那你會覺得我們現在平衡嗎 我們現在地球在動嗎 有耶地球在動 而且動得很快 對不對 動得很快 那你說奇怪你沒有覺得在動那是因為他在做等速運動 你感受到力量的時候是在做加速運動 你才會感受到 了解吧 那維持平衡狀態的時候就是 Summation F等於零 所有的力量全部都要等於零 才會平衡 這就符合牛頓第一運動零零 最後在指點上的合力必須為零 盡力等於零 好 那 談到一個自由體圖 自由體圖概念是什麼呢 正確的使用平衡方程式 好 那必須將所有的作用在指點上的以致力和未知力都要弄清楚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畫圖嘛 把指點的自由體圖畫出來 那自由體圖裡面就是把這個指點周圍的環境中分離出來 單獨 就是交點對 對在這個身上 比如說你是要取哪一個點 取哪一個構建 取哪一個支撐 那你就把它對所有作用在這個指點上全部標示出來 然後你要知道指點的平衡 是跟他的connection有關係 跟他連接的形式是有關聯的 了解吧 好 那自由體圖的步驟各位以前都畫過啦 但是沒有很清楚 你看這是一個吊車 吊一台那個 大概是那個 我們叫 叫做手推車啦 他吊的時候你可以看到這吊桿 然後這力量 這個一定是通過重心的吊 吊手的力量嘛 所以他可以垂直的T T叫10 size W叫重量 weight 這兩個要平衡 所以T一定要等於W W比T大的時候掉不上來 T要比W略為大的時候才掉得動 那自由體圖第一個動作先畫 簡單的外型 然後標示所有的作用力 確認作用力 這幾個步驟大概就是這樣 有沒有問題 好